不知过去多久,博云山顶,金字塔废墟之前,三道黑影悠悠浮现,他们看着面前已是废墟的金字塔,围头紧皱。 落尘女帝的陨落地点就在此处啊。 黑袍下,转来一道嘶哑难听的声音,另一个黑袍人道, 落尘女帝是那群斗地中唯一一个逃出来的。 他身上那件东西至关重要,一定要找到。 三个黑袍人立马对着废墟出手,一块块巨石冲天而起, 他们很快便找到了落尘女帝的冰棺。 冰棺碎了,她难道死了? 他们看向其他地方,进而发现青光老祖以及万峰等人的尸体。 这里发生过战斗,这群人应该都是落尘女帝杀的。 继续找。 三人继续疯狂寻找,几乎将废墟翻了个底朝天,可还是一无所获。 那件东西没找到,落尘女帝也不知所踪,怎么办? 冰棺碎裂,落尘女帝也将灰飞烟灭,可能已经彻底死亡了。 可落尘女帝死了,那件东西不会消失啊。 会不会被别人带走了? 三人沉默。 最后,一个黑袍人咬牙道, 马上调查最近来过魔云山的所有人已经魔兽,一个也不能放过。 是。 临间小镜上,一个马车队伍正及时在山野临间。 中间的马车中,顾仲生正在打坐恢复伤势。 离开魔云山后,顾仲生一直昏迷,有一段时间甚至差点没了呼吸。 直至后来眉心逐渐浮现了一个黑塔印记,状况才慢慢好转。 苏醒之后,顾仲生看着自己满身的伤势,让顾如山给自己准备了一辆马车,独自疗伤。 马车中,顾仲生盘坐其中,无论马车如何颠簸,他自是微然不动。 长出一口气,顾仲生感受了一下身体。 上市好转了很多,再有一日,便可恢复个七七八八了。 最后,顾仲生手掌一翻,最先出现的便是紫蝶玉令。 这东西顾仲生并未多在意,似乎也没什么用。 然后才看向那本地阶斗技,顾仲生立马感兴趣起来。 疾风暴闪布,这是一卷地阶初级身法斗技。 一旦施展,脚底生风,深如闪电,可刹那间爆发极强的速度,一下子消失在原地。 这疾风暴闪布可是好东西啊。 战斗中,若是突然爆发速度,没几个人能够反应过来。 顾仲生盯着这本地阶斗技,然后算了算时间。 距离新生大会开始,应该还有一些时间。 若是能够在此之前,练会疾风暴闪布,那一定是大杀招。 不说荣惠贯通,就算是学会点皮毛,也是大地牌了。 毕竟这可是地阶斗技,除了疾风暴闪布外,地幽花是炼制龙门丹的材料。 既然答应了碧穴妖蛇,顾仲生肯定会为他炼制。 然后便是那柄雷灵剑了。 此刻雷灵剑和兴刃紧紧贴在一起,丝毫没有融合的意思。 顾仲生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。 唉,将恢复伤势,回到学林宗再说。 说吧,顾仲生再次拿出丹药,然后盘坐疗伤。 队伍前方,第一辆马车上,顾家大长老正在驾马,他说道。 族长,再有一日便可抵达青城。 顾仲生看着前方,神情有些严肃。 林正安他们呢? 顾家大长老沉吟道。 自从玄灵宗那几个小子出现后,林正安便放弃抢夺宝贝,然后走出金字塔,想必是回青城了。 顾仲生吃笑了一声,哼,无煞已经伏法,咱们只要回去,将林正安和无煞狼狈为奸的事情说出去,但林家不攻自破。 顾家大长老也是笑着点头。 这次灭了林家,咱们顾家可就是青城第一家族了,恭喜族长。 顾仲生脸上并没有笑意,事情还没到尘埃落定时。 要快速度,马车队伍全速前进,一天时间匆匆而过,扬起的漫天尘土中,顾家队伍终于是出现在地平线上。 青城就在前方,抵达城门下,顾家的守卫接盟跑出来,一脸慌张。 族长,你们可算回来了。 顾仲生威严的面容看向守卫,而是如此慌张,守卫悲祈祷。 昨日,林正安勾结血沙帮和李家的人,他们先是偷袭了陈家,然后今早带着所有人杀来顾家,扬言要彻底覆灭顾家,若非小的精灵根本跑不出来。 什么? 顾仲生大发雷霆,怒发冲冠,顾家大长老同样怒气冲天。 那该死的林正安,他是准备彻底撕破脸皮吗? 如此毫无顾忌地和血沙帮联合,知道陈家与我们交好,便率先解决掉陈家。 但我没想通,李济为何要带着李家滕这趟浑水? 顾如山双拳紧握,李家与我们顾家素来关系冰冷,他知道我们若是吞并林家,他们也是纯王痴痕。 可恶啊,大长老咬牙,顾如山看向守卫。 现在人呢? 守卫道,全在顾家,陈组长被偷袭之后便火速支援过来,若不是他,顾家此刻恐怕已经被灭族了。 顾如山大手一挥,耽搁不得了,快走。 是。 马车横冲直撞,朝着顾家方向奔去。 顾家,前院占满了林家,血沙帮以及李家的人,他们人多势众,看着后院中的老弱妇孕,嚣张大笑。 沉坚,等我杀完顾家的人,很快就轮到你沉家了,你慌什么? 对面,沉坚身仙士卒,身上已出现多处刀伤,大腿,后背以及手臂上都是鲜血直流。 在他们身后则是顾家的众人,地面上满是战死的顾臣两家护卫。 血液已有半只身,血腥味十分冲笔。 林正安,你公然勾结血沙坊,天理难容,还有你李济与他们同流合污,等如山兄回来,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 陈坚誓死捍卫顾家陈家的尊严,林正安提着带血的长刀走了出来。 那个老匹夫已经死在摩云山了,希望他救你们。 声声吧。 众人一听这话,纷纷露出绝望的神色。 谣言祸众,如山兄定会很快回来,亲自手刃你。 陈坚问是不会相信这话。 林正安阴狠一笑,这时候旁边的李济走了上来。 费什么话,赶紧动手,只有赶在顾如山回来之前杀光所有人,如此才能对付他。 届时,他顾如山再抢,也只是孤家寡人,不足为惧。 别忘了,事成之后,我要顾家陈家的六成资产。 林正安点头,然后冲向陈坚。 全部去死。 林正安乃是八星斗灵强者,陈坚稍弱,只有七星。 而之前被林正安和李济围攻,本就受尽重伤。 老夫与你们贫了。 陈坚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,主动迎上林正安。 只见那林正安的长刀从天而降,陈坚则是双手持刀,横拉抵挡。 一声巨响,火花似箭。 陈坚扑斥一口老血喷出,距离让他的伤口再次崩裂,全身剧痛。 抓准陈坚暴退的瞬间,林正安再次袭出。 手腕一转,长刀朝着陈坚的脖子横拉而去。 陈坚被刚才的一刀打得连连后退,脚步都还未站稳。 没想到林正安竟再次杀了上来,他面子大害。 想要举刀抵挡,却怎么也举不起刀。 眼看这一刀不可阻挡的袭来,陈坚不仅没有临死前的恐惧,反而有一种轻松感。 因为他实在太累了,浑身的伤口让他疲惫不堪。 就在陈坚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时,后方传来一道破风声,然后一柄匕首如寒光斜来,一下子打在林正安的长刀上。 谁? 林正安大怒,明明差一点就可以杀掉陈坚。 林老狗,你好大的胆子。 只听一声爆喝,固如山从后方杀来,好似猛虎入狼群,谁也挡不住。 沉浅健壮,疲惫的脸上满是喜色。 如山兄。 顾家的众人看到族长归来,激动得老泪纵横。 族长,你终于回来了,我顾家的人都被林正安杀完了。 众人悲弃,顾如山自然瞧见了地上无数的尸体,但心中更怒。 林老狗,我顾如山今日不杀你,事不为人。 顾如山的出现,着实让林正安胆怯地退了一步。 毕竟在魔云山时,正面交手他并没有胜过顾如山,不过想着自己此次有礼记以及血沙帮羽党帮手。 顾如山,你根本不是对手,而且还有血沙帮的兄弟,今日顾家在劫南逃。 顾如山霸气道,你来试试。 林正安冷哼一声,试试就试试。 李记,上。 林正安率先冲出,他与顾如山都是八星斗铃。 李记是七星斗铃巅峰,两人夹在一起,远比和吴煞夹在一起更强。 同时见,林家以及李家的大长老齐齐出手。 李家与顾仲生齐名的天才李千豪好似一座小山,替这两个流星锤横扫重任。 顾如山双臂张开,斗鸡汹涌涌。 圆节高级斗鸡,双龙出海。 只见两条斗鸡化作长龙咆哮着冲向林正安以及李记。 雕成小记。 林正安长刀隔空一批,远接高级斗鸡,斗鸡巨峰。 一股飓风不断地旋转,瞬间撞上那条斗鸡长龙。 双方纠缠的片刻便轰隆一下炸开,化作漫天的斗鸡碎气,随风飘散。 另一边,李记面对顾如山这全力一击,神色凝重,毕竟境界有差距。 此刻轰然一拳打出,虽然将那斗鸡长龙击溃,自己却也后退了好几步,胸口有些起伏。 李记,别给他喘息的时间,上。 林正安再次冲向顾如山,李记也咬牙跟上,他知道这一口气一定要坚持住。 两人再次临近,顾如山面色不变,双拳不断凝聚斗鸡。 五印,随骨拳。 顾如山对斗鸡的修炼天赋不如顾仲生,但也能够凝聚到五印。 林正安又卷猛地轰出。 起死。 李记也是咬着牙,一拳打向顾如山。 连续两道门响传来。 顾如山以一敌二,力量分散成两半。 终究不敌林正安和李记联手,暴退好几步,嘴角溢出了血液。 顾家大长老接住暴退的顾如山。 族长? 顾如山抬手。 我没事,大长老看着林正安两人。 族长,因你一人之力对付他们两个实在勉强,要不我来分担一个。 顾如山果断摇头。 你必须留在这里保护其他人。 再说了,林家大长老虎视眈眈,你千万不能走开。 大长老快速思索。 一一敌二实在勉强,不过将少爷叫醒吧。 顾如山更加果断地摇头。 不行,少爷还在疗伤,不能打扰他。 大长老面色挣扎,不知如何决定。 这时候,前方的林正安已经再次走了上来。 顾如山,我早说过了。 你就算赶回来了也没用,你根本不是我林正安的对手。 顾如山咬着牙看着对方,在摩云山时,被打得如丧家之犬,也敢如此大放厥诀。 林正安面遂一鸣,你,我倒要看看,一会儿隔了你的舌头,你还能不能这么嘴硬。 李济急不可耐。 他已经受伤,别废话了,赶紧杀掉,永绝后患。 林正安点点头,再次提起长刀。 哦,今日便彻底铲除顾如山。 看着即将再次杀来的两人,顾如山大口喘着粗气。 单独对付林正安,他有着绝对把握,但是加上一个七星巅峰的礼迹,的确太过勉强。 就在两人即将再次围攻顾如山时,后方突然一阵骚动,只见一套人影从后方不断杀来,所过之处全是尸体。 这动静让众人一惊,回头一看,竟是顾仲生。 顾仲生? 是你? 你还没死? 林正安想起在金字塔中,若非顾仲生,顾如山早已死在那里。 顾仲生看着林正安,笑容冷冽。 哼,林老狗,你都没死,我怎么会死呢? 咦? 当着这么多人被一个小辈如此辱骂,着实难堪。 但一想到顾仲生,竟能够击杀六星斗灵的吴煞,林正安便感觉心中不踏实。 此刻,顾仲生在前,顾仲生在后,两父子已经将林正安和李继包围在一起。 李继看着林正安病患的面旁,皱眉道。 一个毛头小子而已,你担心什么? 林正安道。 我隐神主,就是他杀了我杀。 啊? 李继以为自己听错了,这顾仲生不是大斗尸吗? 怎么可能杀得了六星斗灵的吴煞呢? 就算再天才,也不可能一个月内从大斗尸成长到六星斗灵吧。 不等李继惊讶,顾仲生越过两人,对着顾如山喊道。 老天,林老狗留给你亲自杀,至于李继交给我。